永远顶着黑眼圈的小浣熊 曾一度成为了萌的代名词 软软的爪子 呆呆的样子 让它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理想的宠物 虽然是食肉木动物 但浣熊偏于杂食 春天和初夏的影视主要有昆虫 蠕虫等 夏末 秋季及冬天 它更喜欢吃水果和坚果 如橡子 核桃 这样的浣熊怎么都是个与人无害的最佳宠物 但近几年关于这个萌物的一些新闻 却让不少人大跌眼镜 2018年11月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米尔顿市的一位居民 向警方报案 称他发现一只浣熊行为怪异 走路摇晃 怀疑他患上了狂犬病 2019年3月 在曼哈顿一座公园中 出现四里浣熊感染狂犬病的疫情 人们甚至开始称曼哈顿的浣熊为 狂热的浣熊 美国卫生专员Axer's Barbert 甚至公开向民众表示 如果你看到一只野生动物 比如浣熊 保持安全距离 并且不要接近它 据中国实验动物学会介绍 萌萌的幻熊其实是狂犬病的自然宿主 狂犬病毒为弹状病毒 虽然最主要的狂犬病 一元动物当属家犬 但事实上 很多部落动物都是病原动物 其中包括 幻熊 雕 蝙蝠 猫等 在中国最大的狂犬病 一元动物是犬类 猫类和蝙蝠 但在北美洲 幻熊也早就被列为 需要重点预防的动物 除了狂犬病毒 幻熊身上还携带着众多寄生虫 除了有我们熟知的蛔虫 沟虫外 还有幻熊被蛔虫的 其中 被蛔虫是造成我国大熊猫死亡的主要原因 这些寄生虫一旦进入体内 可对肠胃等脏肌造成严重损伤 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市场上的幻熊 多数没有注射各种疫苗 事实上 很多地方并没有专门为幻熊研制的疫苗 所以个人饲养幻熊 显然不是个理智的选择